一、永远不要怪别人不帮你,也永远别怪他人不关心你,人生路上,真正能帮你的,永远只有你自己。 二、不合适就是穷,没感觉就是丑,一见钟情就是好看,深思熟虑的就是有钱,这就是现实。 三、吹过的牛都会变成响亮的耳光,要么删在自己脸上,要么删在瞧不起自己的人脸上。 四、人是不能太闲的,闲久了,努力一下就以为在拼命。 如果今天不努力,明天也不努力,那么你的人生只是在重复而已。 五、没有人真的很忙,谁比一天都是24小时,所谓忙与闲,不过是心里面觉得哪件事更重要罢了。 六、人生在世,有得就有失,有时你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回报, 六、但自己要想明白一些,不要太苛求自己,生命总有它的轮回。 七、年纪越大,越会发现社交的种种不堪,所以,它使得掌握一门生存的技能,认真发展一个独处的爱好,永远都不会错。 八、只有在骆驼时才懂,愿意拉你一把的人和欺少,只有在最穷时才懂。 十一、经济不能自立,人格尊严就没底气。 爱情和自由都得受委屈。 十二、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,都有得有失。 所以,不用羡慕什么,也不用抱怨什么,你所能做的,只是保持身体和内心的平衡。 十三、大多数事情,不是你想明白后才觉得无所谓,而是你无所谓之后才突然想明白。 十四、有些失望是无可避免的,但大部分的失望,都是因为你高估了自己。 十五、没有人会问了你的未来买单,你要么努力往上爬,要么乱在社会最底层的你找理。 十六、人生的太多的痛苦和不幸,都是因为想要活成别人那样,而不是成为自己这样。 十七、羡慕别人的代价,常常就是失去自己。 十七、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,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会说。 所以不要用耳朵恋爱,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。 十八、很多人不是孤僻,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。 和喜欢的人千言万语,和其他的人一字不齐。 十九、所谓能砍,能力够了就是门,能力不够就是贱,人生的勾勾砍砍,多半是能力不足组织。 二十、不要对爱你的人太过刻薄,每个人都有脾气,为你忍下所有的怒气,仅仅因为那个人比你更心疼你。 二十一、生气,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。 原谅别人,是放过自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